我過去對於一些新興經濟平台股 我過去都是比較忠誠一些比較大型的科技股 包括了ATM 其實我現在覺得那個未來的前景 其實暫時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數字 特別在公佈了中期業績之後 其實見到不少的股份其實都反映著 未來在業績方面有一個復甦的步伐 或者說說有一個反彈的因素 可能會發生在譬如說在今年的第四季 甚至乎是明年的上半年的 我想這些因素對於未來的一個股值的復甦 不多不少都會帶來一個作用在那裏 再加上一些譬如好像阿里巴巴那些 回來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 我想亦都是會對股價 或者說說市場對於一個監管因素 有機會是可以放鬆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看的話 譬如對騰訊 阿里 甚至乎美團 我自己的看法都比較樂觀一點 包括了美團 今年上半年的業績 我認為是 真是這麼多隻大型科技股當中 我覺得是更加之出色 以及更加超過市場預期的 雖然美團近期股價 亦都是受到有機會被騰訊減持 這些消息所拖累 但如果以基本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不差的 因為始終今年第二季 就是內地在疫情影響之下 整個宏觀環境 增長表現得不是太快 但是美團都還可以維持著 一個比較強勁的業績增長 而去到下半年 就是在內地整體那個經營環境 有機會出現改善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對於美團的營運 是會進一步 帶來一個增長動力在這裏 所以剛才所講的 譬如ATM這些 我覺得投資者都可以留意的 反而有些什麼過股 可能投資者要稍微審慎一點點 我自己看 就是對於一些大型科技股來講的話 可能對於小米 或者說一些手機設備股 我自己就看回比較審慎一點點 因為如果看回整個板塊的業績 包括了水星科技 宇宇科工學那些 其實都見到業績方面 暫時都是缺乏一個復甦動力 這個也都不是單獨企業一個個別的情況 就是如果我們放眼環球來看的話 包括了美國一些半導體股 譬如好像台灣台積電那些 甚至乎是三星電子 或者說在香港上市一些芯片股 其實都見到整個環球 就是電子消費市場 在目前整個情況的影響之下 包括了疫情 包括了高通脹 和包括了美國一些消費的動力 開始減弱的情況之下 見到電子消費產品 說的那個復甦動力 真的不是太過明顯的 所以我相信在那個基本面 或者說的未來那個業績 有機會持續收買的情況之下 可能投資者對於這類股票 去追反彈 或者低位部署 我相信可能就要更加審慎一點 我自己個人以基本面來看的話 我最好看的是3690美團 不過我先解答了9988 9988其實我覺得 在前期市場對於阿里巴巴 最大的憂慮就是一個市場監管的因素 而我覺得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因素是有稍微一個變化的情況 而這個變化就是發生在阿里巴巴 就公佈在今年年底左右 就會回歸回到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 其實如果它是回到香港做主要上市的情況之下 其實某部份也反映著 內地對於它的監管 其實已經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階段 這一個我覺得是令到阿里巴巴 在市場對它的看法上面有機會是有一個轉機在 再加上在剛剛公佈的一個業績方面 其實阿里巴巴的表現也是相對比較理想一點的 而在股價表現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阿里巴巴今年以來 股價是曾經試過做過幾個底部的 在3月份的時候 其實阿里巴巴股價最低是70元的 而去到5月份和6月份附近 股價最低是去到80元的 而來到8月份 9月份這段時間 股價最低是85元的 也就是說其實阿里巴巴今年以來 以底部來看的話 是形成了一浪高於一浪的情況 也就是說 從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段來看的話 阿里巴巴有機會前期的底部 是已經慢慢形成了 我相信如果這一次調整 是沒有低過85元這個位置的話 我相信以股價中長期來看的話 我覺得仍然是值得偏好的 再加上阿里巴巴前期以新興經濟股來看的話 它的跌幅相對比較深 所以往後我相信它那個復甦動力 也相對比較強一點 而最後就是美團 美團我覺得我自己最看好的原因 就是剛才也有分析過的 就是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經歷了上半年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難熬一點的經營環境 還是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業績增長 我相信對於它皇后下半年的復甦 是仍然帶來了不少的憧憬在那裡 再加上美團這個股份 它本身所做的業務 我覺得是有一個特殊性在那裡 當投資者或者消費者 對它的業務進行消費的時候 往往有一個慣性的模式 包括了你落單 平時你買開什麼 或者你一開始落單之後 往後就會有一個依賴在那裡 如果買了什麼 今天我買了什麼 還買不買 就買了一半 買了東西